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在能源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法国为了欧洲团结 首次向德国输送天然气 通过管道输送的天然气 是法德两国之间协议的一部分 目的是在俄罗斯 停止对欧洲天然气输送后 缓解能源短缺问题 尽管新的天然气流量不到 德国日常需求的2% 但表明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实现 能源来源多样化 外国电网运营商表示 最初每天将向德国输送 31级瓦天然气 并将逐渐达到最大日容量 1000兆瓦时 美国9月消费者物价值数年 增8.2%高于市场预期 即使油价走跌 租屋医疗等费用人高涨 带动核心物价涨幅冲上40年高点 令准会今年剩余两次力 会可能持续积极升息 劳工部今天公布 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8.2% 略低于8月的8.3% 6月以9.1%创40年来新高后连三降 但最新数值高于市场预期的8.1% 而且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后 核心CPI能年增6.6% 高于8月的6.3% 冲上1982年8月以来最高点 世卫和欧洲疾控中心警告 欧洲的新冠感染人数再次飙升 新一轮疫情可能已经开始 世卫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 和欧洲疾控中心主任阿蒙发表联合声明 指疫情形势与一年前不同 但新冠大流行人未结束 数据显示在截至10月2日的过去星期 欧洲的感染病例较前一星期增加8% 疾控中心敦促欧洲国家 趁新一轮疫情彻底爆发前 为民众接种最新款的加强针 另外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修订 针对辉瑞和莫德纳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分别容许5岁或以上 以及6岁或以上人士 以这两款升级版疫苗作为加强针 升级版疫苗是二加疫苗可以针对新冠病毒 原始病毒株以及Omicron变异新株 亚新BA4和BA5 考古人员近日在叙利亚中部地区 发现了一幅有1600年历史的 几乎完整的罗马时代的马赛克 这幅马赛克长20米宽6米 是在叙利亚霍姆斯附近一栋建筑物下发现的 该建筑物在内置中被叛军占领 直到2018年 这幅马赛克展示了包括特洛伊战争 亚马逊战争在内的神话场景 专家认为在同类文物中非常的罕见 经过十多年的战争 叙利亚的考古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 这一次的发现是2011年战争冲突以来 最有价值的发现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序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